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基本上高浮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运动 不管是动作上还有心态上情绪上 我觉得心态上大概是最困难的 一般像我们这种业余球友就是 只要你站上去打球 你想的方向跟距离跟你最后击到球 一瞬间是完全符合的 那我觉得对我们这种一般业余球来说 都会是觉得蛮棒的那种感觉这样 打球这几年来成绩一直没有办法 突破到90以下 那我自己分析过 我大部分很多干素我都浪费在我的推干上面这样 所以在推干这个部分我想要 特别请教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可以帮助我这样子 林佑勋推干时手腕翻转 导致球路无法朝设定的路线前进 Rose老师除了修正林佑勋的缺点 也带观众再次复习推干的基本动作和技巧 让球友有效提升成绩 如果部分尽量不要太快去看 一般我们大概会先从干面来做一个确认 再来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先确认你的握干 还有以及挥干的一个动作 再来还有它的节奏 因为其实推干在节奏也很重要 那么推干的重点不外乎就是方向以及距离 所以今天我们在改造的单元 我们就来针对佑勋的问题 也顺便跟各位球友来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推干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开始我们要先确认这个干子的方正 因为我们最主要推干是要推一直线 所以我们先确认我们的干子的方正 那我现在手边有一支这个透明干 那最主要它是让你 你看其实你一看就非常简单明了 你非常清楚 因为它就是这个透明跟白的非常分明 所以当你的干子 其实一支好的干子 如果你一放下去 你立刻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支干子是否是真的 因为有时候像有些干子的形状 会让你觉得拿起来好像是这样翘翘的 或是盖盖的 当你这样一放上去setting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 这支干子它就是很square 它的干面非常square 好 因为它透过这个透明的这个line 所以当你在放球制球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让这条线 非常清楚地对到这里 因为很多学员 就是说我们在推干会发现说 它其实跟灰干一样 其实不对 好 我们在此跟各位再确认一下 就是整个推干的方式 好 我们是以左手背这个部分 来固定我们的方向 所以我们的左手朝外 食指在外侧 你以前一开始也是用挥干的方法 对 以前你是用这样子 这样子 没错 那这样通常 我们最后都会变成是敲球 所以我们还是要改成 比较正确的方式 所以握干 它也是有正确的握干方法的 好 所以我们先握好正确的方式 左手的食指在外 然后食指全部都包进来 那我们尽量让右手 不要太包覆于左手 因为有时候 你会有时候会越握越覆盖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手腕的翻转 好 OK 再来手的部分 它就会呈现一点微弯 当然你也不能太开 太开 太松动的话 你很容易动到手腕 服贴也不用过于夹紧 过于夹紧 它还是容易动到手腕 不利于我们肩膀的一个中摆的摆动 好 所以整个握干 还有我们整个setting的动作 对于我们等一下摆动的一个流畅性 非常的重要 又许你看 你在上干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拉一支线 你真的很容易 对不起 你真的很容易上干有点这样往后拉 都会有点动到手腕 你的上干 我们尽量 它这里刚好有一块板子 这个回球机刚好有一个板子 你可以稍微感觉沿着这个板子 在它这个板子跟这个 毯子的这个范围内 有没有 这样不是很明确吗 我看你刚刚这边往后面 好 来 再一次 你自己先推一次看看 对 你看你有这个板子这样靠着 你是不是整个 至少你上干是要直线吗 你上干已经是往后 那你下干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直线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在这种距离去 就比较吃亏了 拉直线 对 好 那注意 你刚刚有注意这个很好 至少我觉得透过这个回球机的一个设计 会让你先把这个直线 先把它给拉清楚 就是说 比较不会让你上干好像 因为用到手腕 然后就变得有点 好像有点inside to inside那种line 好 对 其实你推的不错 我觉得在这种心态的问题 因为推干其实在心态也是非常 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建立自己的信心度 好 那当然因为你常常在这个地方会失误 所以你看到你就推 你就一点一点把握都没有 对 会怕 好 那没关系 会怕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建立我们的自信心 那当然就是透过我们反复的一个练习 你有时候推几球以后 这个球杆都会越拿越翘 就身体要越来越往后仰 好 那往后仰的话 你当然手会非常容易变成有点翻转的感觉 好 所以你可能自己再重新setting一次 好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重点 你的球位在左眼之上 就是你的身体的情度 除了球位在中间偏左 你的身体的情度都一直要保持 你原来设定的样子 有时候你越推越松懈 整个人就是有点会比较往上抬 好 这样也会影响到你的line线 好 所以我们都要先确认好 确认好我们干面 底部有服贴于地面 好 然后你的肩膀是否有放松 好 手臂是否有服贴 好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板子 好 来 我们稍微前面一点点 沿着这个板子 然后确认自己上杆是不是有一直线 你看 这样子的几率不是很高了吗 这球就推得非常的好 好 来 我们再试一次 对 所以你看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说你上杆 如果说你有沿着这块板子 这样上来 至少你这也是一直线 这样你下来 歪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好 来 我们再试一次看看 好 首先你要先让这个干面 能够服贴于地面 好 然后所以再重新整理 你的Setting的一个Posture 一个站姿的部分 很好啊 你看 怎么推都是直的 它都不会弯 像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 我们的推杆 当然是从我们的 心态上的一个稳定 再来就是我们的干面的确定 再来是我们的整个距离 还有方向 那么刚刚的这个方向 我们大概也是帮你 固定了一直线了 再来距离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 推杆的距离做一个量化 比如说呢 我们假设你觉得 好 你先去测量步 把你走两步路 好 你大概是两步路 那或许你可以将它设定成说 你的上杆呢 好 就依照这个刻度 好 比如说两个球的一个上杆距离 然后你上多少 你就出去多少 你的节奏有一点快 我们推杆跟挥杆一样 它也是也需要节奏性的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上杆下杆 好 它是这样 一 二 三 它还是节奏要慢一点点 好 一 二 三 有没有觉得推杆变得好简单 透过刚刚那个辅助教学器材的推杆 我会很明显的知道 我在上杆的时候 我的目标线很明显就是已经偏移了 那在下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样子 那我在瞄准的时候 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干面是否放正 那至于力道的部分 因为透过刚刚刚那个辅助教材上面的刻度 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这个球打出去 我应该是要用多少的力量 经过这两点 三点之间的老师的教导 让我对推杆开始留一点信心 也看到了一点未来的希望 我们常听到说推杆没在乎 事实上呢 推杆还是能够 就是透过我们反复而且很正确的一个练习 来减少我们的干数的 包括呢 我们整个擀面的一个方正的一个确定性 以及呢 我们在推杆的时候 我们上杆跟下杆是否都能够 这个line线呢 是不是都能够成为一直线 再来呢 不外乎我们的整个距离 以及方向性的一个确定 那距离的一个设定呢 一个量化 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一个这个回球机 它上面的刻度来做一个提供的参考 也就是说呢 它每一个上杆 每一个刻度 代表每一颗球 每一个步伐 来做一个量化的一个设定 当你有这个机器的辅助以后呢 你再推杆 你再练习以后 你在下场做一个推杆的话呢 多成功几次 那心理上的自信心也会建立 这个原因还在造什么情况 是最关键的方式 能够嗯 让你死定后 inii people 你还看着我 Xin三也好 侙你 帮你